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世 上回给大家说的帮着那个美姐带她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个机会 对于咱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就是机会 普通人就需要去向上社交,跟有钱人社交 因为有机会都在有钱人手里头 你就比如说帮她打到这个1200 她给我200,她自个拿一千 这种事只能说你遇到有钱人了 你才能遇到这样的机会 对于那种月收入几千元甚至一两万元那种人 你跟这种人出一辈子,你也碰不上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向上社交这个事还是挺重要的 另外就是说马哥这个地方也是好地方 就是她给人向上社交提供的机会 因为首先马哥这个地方一般都是 反正都是有点钱的人去吧 一般工薪阶层不会去 再一个呢,大家都是冲着红蓝去的 尤其有些时候 大家由于共同的爱好吧 有些时候容易打破一些这个阶层的壁垒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这个有钱人在黑了名的时候 他的状态 他的那种意识想法跟我们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也都是稀了糊涂 而且越是有钱人呢 他有些时候他黑了名 他越希望让别人帮着他能够转转运 当时呢就是红了两口 连着红六口才能达到目标 每一口都是顶满 就是说 他的台红限额是200个W 为什么要设这个限额呢 可能有些咱们新人们不太知道 如果他不设限额 你想跟他推多大就推多大的话 那其实 马哥这个地方早就不复存在了 你比如说 如果马云要去玩的话 比如说整个这个菜市场 这个赌场 全算现在 连里到外 所有股权 比如说值50个亿 那马云说 我就跟你赌这以后 50个亿 我赢了 你把这赌场全都归我 我就是赌场老板了 如果我输了呢 我给你50亿转站过去 如果要这样的话呢 因为一口牌 在大家都不出老千的情况下 可以说大家各占50% 这是最公平的 就是一口牌 就是胜率各占50% 那在不出老千的情况下 那即使赌场 它的胜率只有50%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说让人家一口牌 就把这个赌场 给它一下吞噬掉 所以呢 必须得先红 就是先到你 最多一口只能推200个W 就是你有那么多钱 我还把你这个钱 分成200W 200W 一小段 你有50个亿也好 100个亿也好 你在这我这最多 最能推200W 多了不让你推了 因为 赌场它的胜率是 上回我说过 它的胜率是51.5% 玩家的胜率是48.5% 赌场占1.5%这个便宜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仅玩一口的话 那这是最公平的 就是说这一口我甭管是黑是红 我就走 红了我就拿着我的钱走 黑了我也就是 把钱输给他 那么我认了 我也就走 那这个就玩一口的情况下 就是各占50%的胜率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亏是亏在哪呢 亏是你玩了很多口 玩了一口 又玩一口 再玩一口 再玩一口 越往后玩 而你的胜率越低 因为赌场它的胜率 比你大1.5嘛 所以你玩的局数越多 玩的口数越多 其实你越吃亏的 这其实当时为什么说 我的推法就是说 一下子能要打满 因为就是为了缩减 我们要玩的这个口数 因为你玩的次数越多 你被黑的几率就越大 你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东西咱们要明白的 所以 其实这个线红也是赌场 它能够长生不衰的 一个重要原因 否则的话 你要赶上一个土豪的话 比如说甭管说马云也好 还是说那个中东那边的人好 头顶一块布 全球我最负 也把那帮人一下子我就 缩哈你这个菜市场 那他们那些菜市场 可能早就输的 现在已经不剩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当时呢 我帮着美姐的 连红了两口 还有四口 那会儿呢 每推一口都觉得 心理压力特别大 因为这一口是200个W 它相当于三四线城市的一套房 这个当时 真的是 就是每推一口的时候都 感觉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那个时候就感觉 推上之后 感觉都是胸漫气短 呼吸困 就是很难很难 一下子都 浑身脑袋挂的 好像那个血压都上来了 那种感觉 然后发现滋味红了的时候呢 就是如屑重腑 那一种感觉 真的就是特别特别难 那个时候呢 就将面对你推上第三口 推上第三口的时候呢 班长开始做好手势 就是买定理手 买好了老板 他那么一问我 买好了老板 我当时就听这话呢 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一种直觉吧 就觉着哪不对 我又把所有看拿回来了 可能是我胆小了 那个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之前连红了两口 而且你推的那么大 200W 200W怎么推 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 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是觉得连红三口 有点压力太大了 就是觉得 这个希望不大 连红三口 后来我 我怎么讲呢 就是说 又拿回了 拿回了之后呢 没剪呢 就看了我 说怎么了 那时候 我说没事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我说飞了吧 飞了吧 飞一口 然后那个 就这口就先飞了 然后那个 这个时候呢 我又出去呢 又去点了根烟绸 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整个这个贵宾厅里头啊 就是低气压 或者说 就是在这里待着 我就觉得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压力 非常大的那一种 负面情绪 可能我这个描述不太准确 反正大家懂啊 你在那里头要面临的东西 给人造成那种压力 那种压迫感 紧张感非常大 所以抽烟的时候呢 我都出去 抽去 然后 一根烟呢 其实 怎么说呢 抽烟这个东西也是 你平时你没事的时候 你一边抽着烟 你一边跟周围的人聊聊天 这一根烟且抽呢 可能这一根烟你抽完了 可能能抽个五分钟 十分钟 但是呢 越到有事的时候 越是说你想 通过抽烟来耗一耗时间的时候 这根烟反而抽的特别快 就感觉没抽几口 就到底了 就开始烫手了 然后后来我把烟一掐 还是要进去 这个时候呢 我依旧呢 就是说 怎么着也得有个结果吧 反正你答应没解了 这个事 你从那有个结果 你干不干 你都得有个结果 哪怕最后结果就是黑了 就是洗白了 他从那把这事 做到 要么你达到这个目标 要么你洗白 对吧 你不能中速退出去 中速退自己居然也不干 好多人有这么一次 能挣200个W的机会 对吧 然后那个 我那什么 我那个 不能放过 然后又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 又把200个W推上 一推上整个这个心情啊 就是一把一个大石头啊 就跟就整个心脏 就跟马上拴上 一块大石头坠上 那种感觉 然后就感觉 浑身上下就感觉 那种压力啊 浑身就觉得跟灌个牵似的 就是想拿一杯水 和都觉得胳膊特别沉 就那么一种感觉 然后呢 班长开始啪啪啪去拍牌 拍牌完了之后呢 他要去看牌的时候呢 我真的 我当时我都不敢 就是 哎呀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知道怎么着得翻 然后 就是不想面对 说白了 不想面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真的就是 都没有看 就是闭着眼 把那牌也就什么着翻过来了 翻过来之后呢 就这么着低着 然后拿抬眼皮 用上眼皮的余光 去看桌面 因为如果说我红了的话呢 班长会把我那塑料片上 再放200个卡 不是塑料片 如果说是黑的话呢 桌上的塑料片 班长呢 会 拿走 我就这么着低着头 因为牌已经翻开了 没看 然后抬着眼 上面皮一看 我看班长手伸过来了 伸过来的时候 他就这么着拍下伸 伸的时候 我看手里头是空的 蛮大的 然后后来我一看黑了 黑米了 这一下子 我整的呀 那个时候感觉太囊 太囊 好像一天红两口 再来一口呢 目标就达成一半了 因为一共红六口嘛 就目标就达成一半了 这一口一下子就黑了 黑的我当时就是觉得 哎呦就觉得 说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那都是清的吧 都是五雷烘顶 那么一种感觉吧 当时 然后 我呢 看了一点美姐 美姐呢 也看了一点我 说 没事 这个很正常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包袱 二手 我 我既然把这事交给你了 我就信 美姐这么一说呢 我心里还好受点 虽然说不是我的钱 虽然说黑了米之后呢 我也不担什么责任 但是呢 我 我也不想白忙啊 我也想挣的二百个W啊 唉 接下来呢 班长又问说 先生您还买吗 我说我先坐会儿吧 我先坐会儿 你谁给我来杯水 然后给我拿杯水 那个时候呢 我要了一杯水 因为 在菜场里头啊 就算有茶呀 饮料什么的 也别喝了 喝茶 喝饮料 你要是胃不好的话 还容易反酸水 更不舒服 就喝一杯水就完事了 喝完这一杯水呢 感觉整个心情呢 包括这个浑身的状态呢 开始慢慢平复下来了 平复下来了 然后 然后 就开始了啊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去 去推啊 去推 又拿上两百个W 又推上去了 推上去之后呢 班长呢 又是啪啪啪 发牌 发牌呢 这一口呢 这一口呢 挺关键的 如果这一口要黑了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原点了 如果红了的话呢 最起码对精神上 跟这心气上是一个提振 当时呢 拿牌之后呢 梅姐呢 一把抓下来了 一把抓下来了 然后呢 是对二 就是四点两个二 边上的呢 旁边呢 是五和六 是一点 然后开始补牌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给我们补了是一张弓 这一下呢 我心里头又是那啥 后来我都没敢抬眼看 后来没解说红了 后来我一看 旁边那个 对面呢 也是补了一张弓 这一下呢 我们就算是红脸了 这一下呢 就长输一口气 然后我就说不行 我还得再抽根眼睛 还得再抽一根眼睛 就那个时候 真的是每玩一口都得抽个一两根眼 就是 这种 压力啊 真的就靠烟去 那么要顶着呢 可能能理解 大家都能理解 就男人呢 当面对压力的时候 总想抽根烟 缓解一下 那个时候我就是那样 今天那个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呢 我要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